善缘善念慈心来 不知因缘惹尘埃 一朝觉悟心念开 无常世界全抛开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龙田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法师们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下午好 奥克兰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 称为风帆之都 奥克兰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 一居城市 也是南太平洋的交通枢纽 这里的人们善良温和 就已经拥有了学佛人的慈悲基础 当今世界天灾人祸不断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10月1号发生的严重枪击案 把59人打死 527人打成重伤 在11月24号 埃及的一座清真寺 遭到恐怖袭击 发动袭击的伊斯兰武装分子 打死了184个人 125人受伤 就是在伊拉克和伊朗边境地区 12号晚上发生的7.8级地震 已经在伊朗正区 造成了474人死亡 还有9388人受伤 所以当今这个世界 在任何认为很安全的地方 其实都有危险的存在 就像我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正常 其实我们的心灵都受着无比的创伤 所以人总是想寻找一个心理的安慰 要让佛光普照我们 末法时期的消灾解难和身体健康 我们人就要懂得爱护自己 所以很多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身边的人和事 很多人天天在浪费的光阴 还有的人天天生活在想不通和烦恼当中 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发布的信息 现在在全世界 忧郁症的人数是3亿5千万人 忧郁症将在21世纪成为人类的主要杀手 因为忧郁症到最后就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 所以到现在为止 每年因为忧郁症自杀的人数 估计到达100万 所以佛法能够让人克服忧郁 想通想明白 让人能够走出自闭 让人能够懂得放下什么事情要想通 让我们拥有健康的理想 佛法的智慧让我们懂得了 放下自我 无我利他 在帮助别人当中 你会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在喧嚣的红尘当中 我们人不能迷失自我在烦恼杖里 我们人天天在烦恼当中 今天为了这件事情不开心 明天为了这句话不开心 后天为了单位里的老板 对你不好不开心 实际上我们人痛苦是经常有的 但是怎么样来解脱 学佛的时候念经许愿放生会有些痛苦 但是他有解脱的一天 而很多人没有学佛人 他的痛苦那是终生的 所以要想到自己年纪大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来生活 怎么样不让自己受尽创伤的心灵 再受到折磨 那是一个忠于现实的学佛人 在新西兰北岛 普塔鲁鲁镇的一家人 他们杀了一头野猪 然后男主人叫Shiber 他非常的开心 这么大一只野猪被他杀了 他拿回家 和他的妻子和他母亲 在家里除了两个孩子没有吃 其他的人都吃了 结果呢 男主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和母亲 在吃了这个野猪肉之后 不久就昏过去了 打急救电话的时候 自己也昏过去了 当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 三个人都躺在地上 没有任何意识 现在一家三个人 已经成为植物人 只有两个孩子 一个七岁 还有一个一岁的女儿 没有吃野猪肉 性面与难 这个是人生啊 所以去杀害别人 来保护自己 那一定会有现实报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 你对别人好一分 别人对你好十分 你对别人好十分 别人对你好百分 所以人生 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路 其实我们有天酸苦辣 一个人一个人 不可能走到今天 都是靠着别人的扶持 别人的帮助 而且人生是一趟没有回程的列车 沿途有数不尽的坎坷 也有看不完的春花岁月 我们无法改变别人 相信学佛的人 要慢慢地改变自己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别人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了自己 慢慢地就有机会去改变别人 有一个成员大师 他非常喜爱兰花 这个老法师平时诵经之余 经常健身 他花了许多的时间 栽种和欣赏兰花 你们看很多我们的女士 她很喜欢花 因为家里的气场 有时候你回到家里不开心 你只要在客厅当中放一盆花 你看一看你就会开心 因为花它是有生命的 所以它会调节你家里的气场 所以风水学上说 厅中放一盆花 可以让你时来运转 那么这一年夏天 这位老和尚要出去云游 临行的时候 他就跟小和尚讲 福尔啊 你要好好地帮我照顾好 这几盆珍贵的兰花呀 这个小和尚说 谢谢师父 你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照顾 结果呢 小和尚非常细心地照顾兰花 有一天 在浇水的时候 不小心 他将兰花的整个架子碰到了 所有的莲花全部砸碎 花盆也碎了满地 小和尚 哎呦 出大事了 难过 他想 我的师父回来 怎么办 会惩罚我的 要知道 兰花是他现在最心爱的东西 成员大师回来了 很快地知道这件事情 他不但没有责怪小和尚 反而安慰他说 啊 没关系的 我种兰花 一来是希望用来观赏消遣 美化环境 二来是用来陶野秦朝 我种兰花不是为了生气而来种兰花的 宽恕别人不仅能够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愉快的环境 同时也是获得解脱和成佛的关键 砸碎的花瓶不能够再复原过去的伤痛 我们不必再去回忆 让自己哭泣和悔恨来伤害我们自己啊 所以生活当中多多的放下和包容别人 在生活当中你就会减少很多的烦恼和执着呀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控制 突然之间生癌症 突然之间家里人得了什么病 或者突然之间单位里对你不好了 其实要靠调节自己的心态来解决 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 因为想得通的人他会笑得出来 他就不容易得到很多的疾病 而整天想不通的人他会叫会闹会骂 他会哭 实际上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大于给别人 所以看得破放得下的人会活得很自在快乐 整天难过忧郁烦恼会活在现实的地狱当中 海长告诉大家 我们在人间要学会修三福田 有三个福气的田 只要你好好的耕耘 你以后一定会有福气 很多人经常说 为什么他有福气 我没有别人都在修福田 第一福叫长阳善根 就是心中经常要善良 经常善良的人 他的善根一定很善 这个人以后会有福气 第二福是守戒之善 一个人守戒了 酒不喝醉 烟不抽到肺癌 平时不发脾气 什么事情都忠庸之道 不过左不过右 这就是守戒 这种人会有别人给他的贵人缘 第三福是行善之人 做人 做人要懂得付出 懂得帮助别人 懂得爱护众生 所以一个人能够一辈子去帮助别人 他以后年纪大了 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他 所以守戒之人 智慧人生 长阳善根 不迷惑 得长寿 所以在家里有时候不开心 没有关系 因为他都会过去 我们不能老纠结的 有一个年轻人 抱怨自己的妻子 哎呀 我的老婆今天 最近怎么变得忧郁啊 人们非常沮丧 常常的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跟我叫 并开始骂孩子 我太太过去不是这样的吗 这以前没有发生过 他无可奈何 就开始找借口 躲在办公室 不想回家 这一天 他磨磨蹭蹭地回家途中 碰到了惠明禅师 惠明禅师 看着他一脸沮丧 就问他 小青年 你怎么了 这个青年回答说 哎 师父 我为了装饰房间 和妻子发生争吵 他说 我很爱好艺术 我远比我妻子更懂得色彩 我们两个人 为了房间的颜色 大吵一场 特别是卧室的颜色 我想起这种颜色 他一定要那种颜色 我不肯让步 因为他根本不懂色彩 判断力的大和小 强和弱 这个时候惠明禅师说 啊 如果你妻子要把你办公室 重新布置一遍 并说 原来布置的不好 你会怎么想呢 这个青年人说 那我的办公室 他不能怎么布置的 对了 你的办公室是你的权利范围 而家庭以及家里的东西 则是你妻子的权利范围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去布置 他的厨房啊 那他就会有你刚才的感觉 好像受到侵犯似的 当然 在布置你的睡房 最好双方意见一致 如果要商量 妻子应该有否结权 青年人恍然大悟 回家对妻子说 啊 老婆 你喜欢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吧 这是你的权利 随你的便吧 妻子大吃一惊啊 丈夫怎么突然之间改变呢 丈夫解释 说是 哦 一个长老开导了他 是他错了 妻子非常感动 两人商量之后 言归于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们总是 用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而且还总是 自以为是 其实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所以应该做的是 尊重别人 宽容和包容别人的选择 所以善于 原谅对方缺点 善于 融合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 做一个肯理解 能够包容他人 优点和缺点 优点和缺点的人 才是 学博人的 慈悲 理念 人生有八个贵 八个贵 人生啊 不在乎 生理和年龄 贵在 心里 年轻 我们人 衣着不在 时尚和高贵 贵在 舒适得体 善食不在 丰盛美味 贵在 营养均衡 心态 不在 贫富贵贱 贵在 知足常乐 断练 不在 春夏秋冬 贵在 持之以恒 拜佛 不在 任何时 何地 贵在 心中 有佛 修生 不在 人间 欲望 贵在 清心寡欲 养性不在 荣华不贵 贵在开悟民心 有个小笑话说的是 有一天 有一个精力旺盛的老婆婆 很精神这个老妈妈 我们现在很多做的老妈妈 精神都非常好 上了公交车之后 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小朋友 起座给老婆婆要让座 老婆婆您坐在这里吗 这个老婆婆说 哎呀小孩啊小伙子 小孩子你坐吧 我还很年轻呢 不需要你让座给我的 过一会儿 小朋友又站起来了 老婆婆安住他的肩膀 没关系啦 你不用让做给我 我没那么老 我还很年轻 我还很年轻 就这样 两三四次之后 小朋友突然之间哭了 老婆婆就看到小朋友哭了 就问 小朋友 小朋友你哭啥 小朋友哭着说 老婆婆 我家里已经过了好几站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呀 我们如果不能理解别人 一定不能帮助别人 所以学博的人要学会理解别人 才能帮助别人 其实很多人有烦恼 有后悔 有忧虑 有孤独 有自卑 就是因为整天想着那些不该想的事情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维 所以应该了解这些 自卑呀 后悔呀 烦恼怎么来的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 是怎么来的 烦恼是用自己过失来折磨自己 自己做错一件事情了 然后回到家 不停地去想 然后来折磨自己 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来摧残自己 忧虑是用那些虚拟的风险 还没有到的可能会有的风险 来惊吓自己 孤独是用自己制造的牢房 把自己关在禁锢自己 一个人的自卑 是用别人的长处在诋毁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长处的 所以要理解这些负能量 你就会很轻松 解脱负能量 你就会看破放下开悟 有一个人每到晚上都会做同样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走在很长的长廊上面 走到尽头的时候 出现了一道门 这个时候呢 他看见门 全身他自己会发抖 而且呢 时貌冷汗 他在梦里怎么也不敢打开这个门 门呢 二十多年来 他每晚都做同样的梦 他找心理医生治疗了 也将近二十年 后来他找到了惠民禅师 他把梦告诉惠民禅师 禅师诚思了便客 对他说 你既然一直做同样这个梦 那你为什么不把门打开看看呢 最多就是一死而已 在梦中啊 你把这个门就打开 这人想 嗯 很有道理啊 于是 他 当晚做梦 他鼓起勇气 把门 打开了 第二天 他又来找惠民禅师 惠民禅师问他 门打开了吗 他点点头 打开了 那你看到门里面有什么吗 打开门之后啊 呈现出一片绿油油的柔软草地 有灿烂的阳光 有耀眼的祥云 人生之所以有很多烦恼 就是在于很多人都不敢打开自己生活的心灵之门啊 如果你果断地去尝试一下 有时候那些无尽的烦恼 你都会想通想明白的 海长告诉你们 有很多我们过去年轻时候想不通想不明白的时候事情 我们现在早就想通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想不通想不明白的事情 可能我们过几年十年之后或者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 我们一定都想通了 所以能够想得通的人就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能够想得明白的人他一定能够体会到生活的快乐 其实做人经常心里有个谱 经常心里有个谱就可以了 很多人做人能够长寿 做人做得好 学博学得好 他就是心里有个谱 台长把这个谱告诉你们 要想想通想明白 你首先要懂得 事业好坏 随缘就好 和蔼待人 事业就好 钱财多少 能有就好 学会布施 善财运好 人丑人美 顺眼就好 实在不美 整容也好 人老人少 健康就好 开心想通 身体就好 家穷家富 和气就好 和气生财 贫穷转好 谁对谁错 理解就好 因缘果报 觉悟就好 短暂一生 平安就好 修心修行 成佛最好 我们人有时候 犯的错误 讲过一句话 得罪别人了 不会马上 人家报应你 可能人家记在心里 一段时间之后 人家就会骂你 所以我们所犯的罪孽 或者罪业 虽然不会马上受报 犹如刚刚变质的食品 不会马上发臭一样 但是一段时间 它会在你身体里 发出的恶臭和恶毒 慢慢地会腐烂你的肠胃 扰乱你的心灵安宁 我们学博人 就是要懂得化解 不要噪音 一定不要担心 有果报 学博人天天讲功德 什么是功德 功德就是开悟之后 用佛心去做每件事情 称为功德 有功德可以消掉你 很多的不良其性 可以帮助你消灾解难 所以做人学博 要学会看空 海长曾经讲 人在一生踢哭中 到了这个世界 最后在一生踢哭当中 离开这个世界 不要为一些小事 伤透自己的心 你们要知道 现在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 人的任何毛病 和自己心里的气 常有关系 堵塞你的气 生气之后 会让你的血脉不合 增长你身上 各种各样的肿瘤啊 还有长各种各样的 不好的东西 所以要想通想明白 坚持学博不放松 在人间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都要学会自在解脱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的人 气量真的不够大 你们看一看 过去禅师们的气量多大 有一天晚上 梦禅梦禅师 正在方丈式读书 突然听到墙壁上 有咚咚咚的声音 他一猜 肯定是小偷了 于是他就叫 小和尚说 拿一些钱 给那个 着墙的朋友吧 他的弟子走到 边上个房间 大声地说道 喂 不要把我们 庙里的墙 着坏了 给你些钱 就可以了 小偷一听 吓得转身 就逃走了 禅梦禅师 责备的语气 对弟子说 你为什么要大声吼叫 一定是你的声音太大 把他吓着了 可怜的孩子 钱也没有拿到 就跑了 这么冷的天 还没有吃过晚饭 你赶快追上去 把钱拿给他 所以 这个弟子没有办法 拼命地去 在寒冷的深夜当中 去找那个小偷 这是一个故事 还有一位 尼姑 他叫安阳禅尼 一天半夜睡觉的时候 小偷进来偷窃 把他唯一的 一条棉被偷走了 安阳法师没有办法 只好找了张纸 盖在自己身上 小偷惊慌之间 被巡视的弟子看见了 仓皇当中 把偷盗的棉被 扔在地板上 就逃走了 这时候 弟子把棉被捡起来 送到禅师这里 安妮禅师这里 就跟他讲 这是师父 刚才那个小偷 这个棉被 他掉在这里了 这时候 安阳禅尼身上 正盖着一张纸 说着身子 在打 哆嗦 看见弟子 送回了棉被 说 哎呀 这条棉被 不是被小偷偷走了吗 怎么又送回来了呢 既然小偷拿去了 那就是他的东西 赶快拿去还给他 这个弟子无奈 在师父的百般催促下 居然把小偷找到了 表明师父的意思 坚持把棉被还给了他 这个小偷还很感动 跑回寺院 向安阳 残疑 忏悔 并因此归依 说我要改写归正 刚刚跟大家讲的 两个禅师 都是非常慈悲宽容的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的行为很可笑 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说 饶人不是痴汉 吃汗不会饶人 唯有真正能够宽恕别人 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人生的学佛就是修正自己 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 所以其实人跟人之间 多一些爱宽容 不要因为环境和性格的转变 来影响自己的情绪 逆境时要坚强 失败的时候要不执着 烦恼的时候要学会放下 人间每一种变化 都是对自己的考验 其实都是修心修行的一个过程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在家庭矛盾当中 在跟人的交往当中 要学会适应这个社会 让你的环境变得明亮 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 让你的心情不会忧伤 要学会宽容别人 你的生活就没有烦恼 要学会多多地奉献自己 才能让你的生活充满阳 用感情看这个世界 是一场悲剧 如果用理智看这个世界 是一场悲喜剧 用执着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场闹剧 用智慧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一场因果剧 很多爸爸妈妈说 我这个孩子真不好 真怎么不好 实际上爸爸妈妈的言行 就是他们的老师 所以你怪孩子 实际上就是在怪大人 孩子没有教育好 怎么会跟爸爸妈妈没有关系 所以一定要明白 用迷惑看世界 那是一场灾难 学不后看世界 那是让你走出虚幻中的觉悟 太长告诉你们 人根本不要怕 生了癌症也不要怕 因为如果你心中 是正的 你很善良 你好好求菩萨 真的能保佑你们的 因为太多的人受益了 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人在光滑的路上 很容易摔倒 有时候在泥泥的小道上 我们就是挑着蛋 走的比空手走的人 更不容易滑倒 这个反常现象 使我们误出了两点 一是有压力的人不容易摔倒 因为挑着蛋的人 他有很大的分量 加大了脚面和路面的摩擦力 才使人不容易滑倒 所以在人间 有些困难 烦恼 阻力 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稳健 坚强和成功 第二 有担当的人不容易摔倒 因为挑着蛋的人 肩头多了一幅担子 因为正是这幅担子 使我们有责任 我们增加了自己做人的责任性 所以我们行走起来 在人生的道路 我们格外的谨慎 怕摔倒 一个肯为别人担当的人 也是在为自己担当 一个不肯让别人摔倒的人 自己一定不容易轻易摔倒 想想我们小时候 爸爸妈妈扶着我们 总是让我们不要摔倒 爸爸妈妈不会摔倒 所以我们要懂得 有时候要做一个不易摔倒的人 就要做一个敢于承担压力 敢于担当的一个学佛人 有人当年问佛陀 佛陀生活太累 如何化解 佛陀说了一句话 生活的累 一半一半源于生存 一半源于欲望和攀比 所以如果你不要太多的去需求欲望 占据着你的心理 那么你就不会有痛苦 我们刚来澳洲的时候 就像你们很多刚来新西兰的时候 心想我有个房子 有个住就可以了 但是慢慢的一看 哇 人家的家 房子house这么大 我也要 这么大的年纪 再重新想去做一点 多赚一点 让自己的身体受到更多的伤害 所以人如果不贪 够了 满足了 我可以了 那就叫支出 所以不要让太多的欲望 占有着你的心理 一个人只有一个心脏 两个心房 一个心房住着快乐 一个心房住着悲伤 不要快乐的过头 否则你太高兴了 笑得太大声了 会吵醒你边上的悲伤 目前北方有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 他用木头塑造了一个相貌端正 穿他衣服非常逼真的女子 这个木匠给他穿上衣服 这个女子还能拉根线 能够自如地走动 像真人一样 因为古时候她没有电灯 都是小的灯 晚上看不清楚 只是不能说话 当时南方有一位善于绘画的画师 来到他的木匠家 这个木匠早已久闻画师的大名 于是他准备好了酒师 要宴请画师 在吃饭的时候 这个木匠边喝酒 边假装跟这个边上的木头女人讲话 而且假装讲话 还要拉拉后面的根线 这个女的手还会动 那么这个画家 以为这个是女的是真的了 又看不清楚 看她这么文静 这么漂亮 心生爱恋 不知不觉 到了很深夜了 木匠说 您就留在这里吧 并让这个女子站着陪伴她 这个画师一看 好好好 然后呢 画师进屋之后 这个女的呢 还是站在一个小小的油灯边上 这个画家呢就说 这个姑娘过来 这女的没有动 画师以为女子害羞 就上前用手去牵她 一牵原来是木头做的 画师不仅满脸羞愧 自言自语地说 好啊 这主人居然骗我 我也地戏弄她一番 于是 于是画师自己想了个主意 他在墙上画了一幅自己的像 衣服和自己相同 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 画的就像一个吊死的样子 画完之后 画师门没有关好 躲在床底下 第二天早上 天蒙蒙亮 这个木匠 从房间里走出来 敲敲门 看画师的房门没关 望了一看 哎哟 这个画师怎么 吊死在墙上啊 这个木匠吓坏了 立刻破门而入 正想用刀砍断绳子的时候 突然听见一阵笑声 画师从床底下站出来了 哈哈哈哈 木匠一脸的尴尬 画师拍拍身上的程度说 如何 你能骗我 我也能骗你 咱们俩 扯平了 互不相欠 木匠非常惭愧地说 其实错在我 如果我不嫉妒你的才华 设计捉弄你 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画家也坦白地说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心术不正 不甘心被骗 也不至于作画戏弄你 害你为我担心 对不起 最后两人相谈圣欢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学博人之间 如果能够真诚地相待 包容地相交 生活当中就会减少很多的误会和烦恼啊 智慧的人不会有烦恼 你们记住台长一句话 如果你现在想得通的人 有智慧 这个人不会烦恼 烦恼的人 智慧不够啊 慈悲的人 没有敌人 如果我们不跟邻居闹 邻居不会跟我们闹 如果你不跟别人争斗打官司 你就没有敌人 多看看别人可怜的地方 如果你还有看不惯的事 说明你还没有智慧 说明你的智慧不够圆满 如果你还有看不起的人 说明你慈悲还不够 如果你大慈大悲 退一步海阔天空 哪来的争端呢 如果你肯将心比心地去理解别人 你怎么会有烦恼呢 所以看淡放下 提倡的就是一切随缘 该我的就是我的 不该我的不强求 不仅会带给你幸福的生活 还会为你的人生增添智慧光彩 台长告诉你们 人不能难过呀 因为人最悲哀的并不是昨天失去的太多 而是沉浸于昨天的悲哀之中 人最傻的不是没有发现眼前的陷阱 而是你第二次又被人家骗了 人最寂寞的不是想等的人还没有来 而是这个人已经从你的心里离开了 人生最痛苦的并不是没有得到一个所爱的人 而是所爱的人一生没有得到幸福 才让你痛苦万分 所以我们念经学博想得开 一切随缘 这就是学博人的智慧 我们想通想明白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们快快乐乐活一生 居然我们要痛苦要烦恼 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快乐一生呢 实际上就是在你的一念当中 你如果快乐了 你的一生就会快乐 如果你一辈子想痛苦 你就整天会想着烦恼 所以不想烦恼的人 那就是智慧人生 记住了 台长跟你们讲 学博人的几个好的理念 学会念经的人 势在人为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碰到事情 不管能成不能成 随遇而安 是一种乐观的处世妙方 不管碰到什么艰难挫折 顺其自然 是一种豁达的生存之道 什么事情要等到水到渠成 不要着急 那是一种高级的路士智慧 记住了 不保留的才叫正常心态 不解释的 那才叫从容 不放手的 那是我们的精进 不完美的 那就是人生啊 人生哪来的完美啊 所以我们要想在不完美的世界当中 找出完美 那是给自己增加烦恼和痛苦 让我们学佛克服烦恼 不要追求人间的完美 追求心灵的完美 那你的境界才会进入四圣道 好好学佛天天向上